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实施了一项新的国家网络战略 表示要以更为积极的行动应对不断增加的来自其他国家恐怖组织 以及犯罪组织的网络威胁 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是说 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可使用的手段保护美国不受网络威胁 他还说新战略是重要的一步 特朗普政府称这项在星期四立即生效的战略 是15年来美国第一个全面阐述的网络战略 为美国政府各部门指出了如何对数据 以及美国民众的隐私信息提供最佳保护的方向 白宫官员说新战略是一项重要而且是迫切需要的改革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一个电话简报会上说 美国不仅要防御还要采取很多进攻性的行动 以确保对手明确知道进行黑客攻击 网络入侵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授权进攻性的网络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行动会根据新的总统指令协调进行 我们和总统决定这么做符合国家利益 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在网络空间进行更多的进攻性的行动 而恰恰是要构建威慑结构 向对手表明发动针对我们的网络行动的代价 要比他们想要承受的高得多 那么博尔顿没有说明进攻性的行动具体有哪一些 或者是对什么样的恶意行动美国会予以反制 不过他指出对网络袭击的回应 不是每一个都会发生在网络领域的 博尔顿还表示星期四生肖的战略中 包含了一个新的属于机密的总统指令 取大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一项被称为PPT-20的总统指令 那PPT-20是要求军方发起网络行动之前 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那博尔顿表示取消PPT-20呢 为应对外国网络威胁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在国家这个网络战略的全文中 是有两处直接提到中国 一处是写到中国参与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窃取数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还有另一个地方是写到 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朝鲜都利用网络空间 作为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手段 那在电话简报会上 有媒体是问到 台湾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网络攻击 那么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是否有涉及国际合作方面的东西 那博尔顿是表示 或与盟友展开相关的咨询和协商 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是在这样做了 而且美国有意协助盟友维护网络安全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已经与盟友进行协商 因为我们中的许多都遭受同样的恶意行为 我们通过联盟体系进行合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能做到 我认为这也是威慑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对手需要考虑的 我们有稳固的国际联盟体系 我们也有意在网络空间保持这个体系的强大 那么除了打击网络威胁和加强国家安全 这两个目标之外 美国新的网络战略还确立了另外两个目标 一个是促进数字经济 还有一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互联网自由 好的 感谢墨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